随着天气渐凉 北京的大街小巷又开始弥漫起一阵清香了 什么清香 栗子的清香 但是这些路口街边的炒栗子也引起了不少人的质疑 这些地方买来的栗子不仅看起来不干净 吃起来好像也没那么好吃 那么这些栗子究竟有什么问题 我们一块来看记者的调查 又到一年立飘香 这街头巷尾的糖炒栗子 又招来了不少消费者大排长队 而您对这样的场景一定也不陌生 地铁口市场边 小贩支起一口大锅 拿一个锅铲卖力的翻炒 栗子在黑沙的搅拌下慢慢变得油亮起来 香味飘在空气里着实挺诱人 记者发现街边卖的栗子通常有两种 一种是开口的 一种是闭口的 从个头上来看 开口的比闭口的栗子要大得多 而且价格也比闭口的便宜 开口栗子每500克15块钱 闭口栗子则每500克贵3块钱 因此大多数消费者都愿意选择开口的栗子 一般的开口的多一点吗 你买开口的多一点 对 开口的好拨 记者打算买两斤开口栗子尝尝 商贩说买这种栗子 记者算是买着了 个大不说还特别甜 因为开口栗子在铁锅翻炒过程中 更容易沾上糖 当看这栗子外表也看不出啥门道 但掰开之后会发现里头的栗肉发白 吃一口有种夹生的感觉 口感相当差 跟炒货店卖的栗子没法比 怎么会这样呢 记者端着这盆刚买来的开口栗子 咨询了一位从事糖炒栗子 三十多年的老师傅 人家说了 商贩的说法纯粹是蒙人呢 它是煮了一半熟 在割锅里的 沙子锅里的 再做个样子 割点糖 再捞出来 一看大家一看 这上台挂着糖呢 其实里头一点都不熟 再说这个品种是一个毛栗子 不是用到炒栗子用的 听听 光图个儿大好看了 其实记者买的根本不是板栗 而出了口感极差 夜内市告诉记者 这种街边的大锅炒栗子 还存在严重的食品安全隐患 首先在炒栗子时 锅里的黑砂和糖 在高温下会发生反应 形成焦糖 而这种被划了口的开口栗子 沾上的焦糖就更多了 焦糖最大特点它有颜色 上的颜色漂亮一些了 但是焦糖的最大的一个缺点 是反复反复的炒以后 焦糖就会变质了 那么焦糖变质了以后 对人身体是没有好处的 从咱们那个炒栗子的情况 不应当出现裂口 或者往拉开以后开一口 都不应当 如果你要给它拉开口以后 再加上糖 再加上沙子里的那什么 使它呢 咱们说有一些食品卫生来说 要差一些了 王师傅说 平常他们店里炒栗子 炒开了口都得挑出来不能卖 所以这街边的大锅炒栗子 生产工艺根本就不合乎规范 而食品安全专家担心 街边这种炒栗子 所使用的油和糖不明确 因此不建议购买 栗子很甜 是不是都那么甜 不是 他们有的呢 就用糖精 但是呢 糖精吃多了也不好 尤其糖精在高温的情况下 尤其那个栗子吃起来高兴 有的人吃一斤 我们身体又不是个垃圾桶 什么东西都够我们去试一试 纯一点 这个纯点没问题 那个纯点没问题 纯多了 肯定就是对人身体是非常有害的 纯散尽的一切 因为我去试一小时